把邪佛 把自己变成恐怖分子 专门伤害众生 说我是行佛杀当 佛法 讲这个叫做一次 邪佛是邪佛陀的中道思想 要邪佛陀的忍路 要邪佛陀的包容 要邪佛陀的平等 要邪佛陀的尊重 要邪佛陀的解脱 要邪佛陀的自在 要邪佛陀的安详 要邪佛陀的操验 要邪佛陀的无相 究竟平等 亮周沙界 等如虚空 法治也是空 所有的执着其实是旺 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们中了很有修行 一天念几万生的佛 我们自己授意 默默地承受这个喜悦 讲出来的 就变成维系的执着在里面 那种观念 是看不到的对立 只要赞叹自己 维系地赞叹自己 而不接知 这个就是维系的法治 你有一天存在 法治就是没有除掉 一分一秒 没有放下 一分一秒 通通是法治 法治几乎普遍存在 在每一个修行人 整个佛教不和谐 问题就是出在 对法上的执着 我看过 有的修学的福到 五十年 法治仍然放不下 我讲这句是互相勉励 包括我自己 也必须这样互相勉励 就算我们对佛教没有贡献 也不可以把自己 变成佛教的罪人 因为法治会互相排挤 会互相攻击 就像刚刚师父所举的 那个例子 贴药膏 法治的药膏没有拿掉 会继续烂了 我自己对法上执着 那一块 就是法治的药膏贴在心灵 那会烂掉 佛陀说法上应是何况非法 佛陀讲的正法 都要放下 何况那个不正见的法 佛陀的正法 只是为了方便度众生 而设立的语言 设立的文字 设立的音声 这些语言 文字跟音声 尽是缘起 尽是如幻 幻无失信 只有方便说 所以禅宗里面讲 最高峰 无可言语 禅宗的最高境界 动念机关 开口变错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讲经说法呢 叫做方便说 借着师父 所表达的语言 文字 师父 从本性流入 浮屠的思想 剥落的思想 这样寻寻 这样开看你心 心灵的荒地 满荒之地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见性是良田 无名是猎田 大悟的人 心性是良田 正诸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十住 十心 十灰相 师弟 菩萨 叫做良田 一粒种子 万粒收 释迦摩尼佛说 连供养 都必须充满智慧 连布施 都要充满节者 意思就是 我要布施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 正知正见 还要很冷静的选择 比如说 这个现出家乡 假的 不是真的 自己穿着出家衣服 到处行骗 你看他 公进三宝 你不管真假 我就布施 大把布施给他 要很冷静的 人家说 真布施 不怕假和尚 错了 真布施 才要 怕假和尚 那是烈田 他根本就不是田 他没有说 三坦大戒 不是比丘 不是比丘你 他根本连田都没有 我们这个 比丘 这个 就是 叫做福田一 福田一 我常常 鼓励啊 这些在家居士 就是 如果 他发心是正的 披上这个家傻 是福田一 只要他老实的修行 不搞稀奇 古怪的东西 和尚不作怪 居士 不来拜 这一句话 是指 没有好好修行的 没有正见的 每天 披了袈裟 也不想要做什么 活话也不懂 没有弄一些奇怪的东西 他要活下来 又很辛苦 所以 讲到这个 我也是出家人 我也必须跟这些 法师互相勉励 我也爱护这些僧团 也爱护我们的比丘 比丘你 只要是出家 情同所主 我们是自己人 大家是一家人 佛教不能说 没有检讨的余地 佛教也不能说 没有客观 理性的余地 这样 没有办法冷静检讨 佛教就会灭亡 诸位 希望你能体悟 我是真的为了正法 才做如此错 我没有私心 我无意批评任何一个和尚 法师绝对没有 我是真的为了正法 才这么如此的勉励 我们情同所主的出家人 应当如此 正观 以佛的严教 如此的洁身之爱 如此的互相勉励 如此的扶持 我们 都是佛陀的 地职 我们负有历史的责任 身责重任 所以我们披上加塞的时候 为人福田 我们就要冷静 我们够资格受人供养吗 我们有没有尽责任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心中 如果不放下对立法 的执着 就像佛在金刚经里面的 比翼 所以我们从生死和 要杜担 不生不灭 从生死和的此案 要杜担 不生不灭的彼岸 要透过 船法 工具 竹法 用竹子编成的 可以在水面上滑动的 用这个桨滑过去的 佛陀说 我们在此案 切的竹法 度到彼岸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那个竹法 也扛到后面 跟着走 那个竹法很重的 那个叫做法治 法治不断的人 就是上了岸 还把那个法治 竹法 渡河的竹法 竹子所编成的法 就是小船 背在身上 法治就是这样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我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说过一个字 我说法四十九年 没说过一个字 为什么 清净自信 本来就不是语言 不是文字 非一切相 本来就是不可思议 什么是如来 如来则 极诸法如意 如来 就是一切法 不可得 一切法如 就是毕竟空 什么是如来 就是证悟到 一切法 毕竟空 没有能言 所言 法法本空 法法平等 就尽解脱 无有来气 生命真假 本知无福 不用求解 不必求解脱 本来就解脱 谁束缚你呢 忘其动念 就束缚你 希望的 起这个动念 这个就是束缚 本来就没有 所以禅宗 主持人 很善巧方便 有人呢 要跟着大悟的主持 来求法 小师父啊 我心里很束缚 我想求解脱 他的上人告诉他 你本来就没有束缚啊 也不必求解脱啊 你哪里束缚 法法本空 哪里束缚 本来就没有解脱啊 为什么要求解脱 本来无福啊 何用求解呢 本来就没有 没有束缚 你为什么要求解脱呢 求解脱是对凡夫讲的了 因为主法本空 纵向不可得 在佛的心目当中 动物植物平等 白人黑人平等 在佛的心中 男人拟人平等 在佛的心中 富贵的人穷人平等 完全平等 完全平等 常常 有人这样问 产生这样的疑问 就说师父 你们佛教讲慈悲咯 我说是咯 哎呀 这个问题啊 问一次 两次 十次 一百次 到现在为止 人家一面 传真 还在问 问不完的问 重复的问 我在这里就直接回答 无量无边众生的疑问 他就说 师父 植物有没有生命 我说有啊 你们把植物摘下来 吃 那也算杀生啊 我说是 那你讲的是你的定义 那我现在请问你 我说 大德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 一个人去杀死 一个人的罪比较重 还是去拔一根草的罪比较重 你有听说过 全世界 拔一根草 被判死刑的吗 你听过吗 我吃素的人 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吃几根菜 你也跟我这样计较 你会不会太过分啊 你也这样也说 我是杀生啊 不然你是要叫我妖娑吗 你叫我怎么活啊 连吃几根青菜 你都跟我这样计较 你不能用这种 带有领奖的问题来问这种 没有营养的问题啊 问了一次 每次都传真 说师父啊 这个植物啊 放了荫叶以后啊 这个植物长得快 又壮 这个植物啊 放了荫叶以后 这个第几个曲 小提琴啊 嗯 还会 嗯 他说 哦 师父啊 放了这个小提琴 这个植物长得快又壮 开的花特别的好 这个稻米啊 收成啊 特别的好 他说植物也有灵性啊 我说 糊涂讲的 杀生是站在 强烈反应的 叫做动物 这动物植物 杀生 是以什么 以强烈的感情 跟有反应 来作为罪过的衡量 再来 也接近佛的 杀了对方 罪业重 比如说你杀人 就罪业重 你杀一条狗 一只 老虎 这罪比较轻 你杀了 一只猴子 跟一只 蚂蚁 你杀猴子的罪比较重 因为他比较接近佛 猴子一转世 成人 可以修行 有时候猴子 你跟他沟通 还可以沟通 越接近佛的 你杀他 他就 罪业重 罪业重 他这个人 受菩萨戒 你杀了他 你的罪很重 他发菩提心 他有修行 你杀了这个护法基士 这个护法基士 好好念佛 到极乐世界 要成佛 你杀了这个护法基士 罪很重 因为他快要成佛了 那再来 如果你杀掉一个 法师 这个罪就更重了 他是 释迦摩尼佛的真弟子 他出家修行 你杀掉他 他就要成就了 再来 杀掉法师 这个罪 还有其次 你杀掉一个 弘扬正法 转大法论的法师 那这个罪 所有的众生的法身灰秘 你都必须承担 这个罪就不是用 平常的罪来论断 这个罪就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 杀生的千跟重 从灵性来判断 轻重 再来 从成佛的接近角度 来判断 他的轻跟重 对不对 不要老实问那种 没有营养的问题 吃几根青菜 这样跟我计较 说我杀身 成何体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